傲风 作者 风行烈 我是秦傲天 精彩 马上开始 第1083集 这句你们是烧带的吧 雪姬小姐可真偏心啊 不过啊 某人貌似就要伤心了吧 清玄打趣道 清玄大哥 你就知道笑话我 从昨天回来之后 清玄就一直用一种 很诡异的眼神看着她 搞得她毛骨悚然 她觉得这家伙 肯定是把她当成断袖之辈了 她正想要解释 哪知道 她却拍着她肩膀长叹 唉 什么都不用说了 大哥理解你 真正的感情啊 是可以超越年龄和性别的 考得傲风哭笑不得 既然她没有介意 傲风也就不多说了 虽然清玄会偶尔调侃她两句 却并没有因为这些 与她有半分疏远 不枉她们一番相交 我知道白老弟女不是那种三心二意的人 清玄朗笑着拍了拍傲风的肩膀 走吧 那冰灵果的香味越发浓重 估计就快成熟了 嗯 傲风应了一声 身形一闪 与清玄诺对一起 化作三道流光消失在天边 车中雪姬还透过窗帘的缝隙 悄悄地看着外面 翘脸上 样着一缕失落和羡慕 原来白大人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那个人一定是 绝艳天纵的女子吧 希望白大人幸福就好 告别雪姬 傲风三人 不多时便踏上了 冰眼的中心地段 前方的黑色大裂缝 越来越清晰 周围的温度也越来越低 风雪极大 空气中还时不时地会飘来几滴 那是一散出来的九幽寒冰 沾上一丁点 都会瞬间被冻结成冰 连灵魂也不能幸免 数百人面色凝重 不紧不慢地赶着路 躲避着这些九幽寒冰 却还是有不少人 在半途被冻结摔落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最可怕的是周围出现的 一道道细小的空间裂缝 由于靠近那个空间大裂缝 周围的空间也极不稳定 时常会崩裂破碎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正好经过这里 就会被吸入空间裂缝 尸骨无存 诺顿老哥 小心 行径途中 傲锋眼尖地瞧见了一处空间 开始产生波动 急忙一个剑步跳上前 一把扯住走在最前面的诺顿 并随手向前方放出一道灵魂之力 哼 那处地方瞬间崩溃开 一道漆黑的裂缝 犹如一张巨口 漠然张开 幸好 傲锋即使放出能量 抵御了裂缝出现时的能量风暴 否则诺顿恐怕就要被卷进去了 哇 好险呀 还好白大人动作快呀 诺顿也吓了一跳 拍拍后时的胸口吐出一大口气 即使是他这样的法则强者 被卷入空间乱流中 也是必死无疑的 哼 放心吧 我们方系强者 速度上还是有优势的 不会那么容易中招 清玄轻轻一笑 他同样有绝对的把握救下诺顿 因此也没有太过紧张 三人继续前行 不多时便抵达了目的地 此时 众多君王强者 对形已经显得很零散了 暴风雪之中 只能看到熙熙落落的人影 不到一克功夫 人数竟已少了三成 那就是九幽冰灵谷 诺顿一指前方 奥风二人凝目望去 却不由双双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灵谷竟然是正好 在那道空间裂缝正下方 长在一滩蓝黑色液体 形成的小水潭之中 奥风看一眼便认了出来 那是九幽寒潭 浓郁的九幽寒冰元素组成的水潭 也只有在这样冰系力量极盛的地方 才能长出九幽冰灵果 可是冰灵果长在那边 采摘难度也高到了极点 那上面可不是小裂缝 吸引力大的惊人 不时还会传出空间风暴 稍有不慎 便会被空间裂缝吞噬掉 不过再如何危险 这种等级的天地奇物 还是会让众多的修炼者 趋之若鹜 康维多他们也进来了 在那里 清旋指了指 一个方向低声道 奥风向右侧一看 果然瞧见 康维多一行三名法则强者 在他们身后 还有披着黑色斗篷的维恩潘森 这二人已经依照计划 潜伏了过去 顺手宰了康维多 两件极品领主宝器 奥风一向不缺唤气 自然当任务奖励 送给他们 只笑得二人合不拢嘴 心中频频感叹 跟着夫人混就是好啊 还没怎么样呢 就先得到好东西了 有如此大方的夫人 教主大人真是好福气呀 康维多在一个小雪丘后面驻足 也看到了奥风三人 当即露出一抹冷笑 狠狠地向奥风 比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眼中杀意森然 不过既挂着先行 争夺九幽冰灵果 他也没有立刻冲过来 一切都要等冰灵果 争夺尘埃落定再说 那九幽冰灵果 现在已经到了成熟的最后关头 黑蓝色的叶子散开了许多 还有两三片包裹着 一枚拳头大小的果实 那果实散发着淡淡的幽蓝色光芒 如同心脏跳动一般 一闪一闪的 只等叶子完全展开 就可以采摘 众人耐心地 浮在雪地之中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冰灵果周围的叶子 也几乎全部脱落了下来 沁人心脾的薄荷香味四溢 眼看着就要露出其中的果实 就在这个时候 却突然有一声惊人的怒吼 震响了整个冰原 哄 随着这道声音 空气中响起了一片爆破之声 许多人只觉得双耳一阵轰鸣 头脑煞时泛起了晕眩的感觉 灵魂中一股冰冷的寒意 蔓延开去 几乎就要一头栽倒在地 我靠 什么玩意儿 怎么这么变态啊 似乎是一种魔兽的吼声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这周围似乎 并没有魔兽的身影啊 晕眩过后 众多强者 煞事轰乱起来 傲风三人也被惊到了 刚刚那声波攻击 连他们都未能幸免 直接被震晕了两三秒 对于巅峰君王来说 这空挡已经足够杀死对方 十几次了 清玄甩了甩脑袋 脸色上露出骇然之色 眼神凝重地沉声道 好可怕的灵魂攻击 这不像是君王级的强者 能发出的呀 等等 莫不是哪个大君王 跑过来了吧 啊 怎么可能 诺顿皱着眉摇摇头道 诸神的大君王就那么几个 而且还都不在南部联盟内 即使他们得到了传讯 也没办法立刻跑过来呀 那些大人里 没有冰雪系的魔兽 也犯不着屈尊将贵 和一杆君王争夺呀 二人说话间 傲风目光瞥过一处 没得一条霉 你们看 那是什么 众多君王也听到了这声高叫 不由地 齐齐向他所指的地方看去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知何时 那漆黑的空间大裂缝中 竟有一只白蓉蓉的巨掌 探了出来 那巨掌极其厚大 上面长满了锋利如刀的巨刺 看上去无比惊人 老天 这家伙竟能从空间裂缝里出来 几名君王面色惨白地叫道 能从空间裂缝里出来的 那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眼下并不是空间裂缝的活动期 就算大君王也无法用投影通过空间裂缝 只有能无视空间乱流和时空风暴的至高强者才能做到 而那种强者只怕已经和众神之巅上的那一位差不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